出自于世界文明画家之手的多幅李渔图 近日汇集南加州 提名为世界文明画家渔厅的艺术展 日前在洛杉矶科文纳市隆重开幕 向民众展示中国传统画作的魅力 在欢清的罗骨声中 洛杉矶各界包括周边各城市市长廖清禾 苏王秀兰 寺院 吴同怀 美国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协会主席张苏九 等明显官员得悉数到场之后 并为首届世界文明画家渔厅开末检采 在我们今生今世有这么名贵的画摆在我们面前 尤其是我们华人的画 你说毕卡索或者是姆内 或者这些非常出名的画家们 尼采他们真的会比我们更好吗 也不见得我们华人应该继续推广 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东西是不能够避美的 我深爱中华文化 我自己也身为一个华人感到骄傲 首届世界文明画家渔厅在苏昌基隆中开末 主帮方希望通过该艺术展 能够带给诗人学习 鉴赏东方渔画的机会 并提高认识东方艺术内在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境界 鱼在东方是非常幸运的动物 然后也是非常好的寓意 而且李耀龙们是奋斗的成功的例子 更象征着人们向上进取 刻苦奋斗的治理名言 吴总裁还指出 本次名画家渔厅所展出的作品 都是经过严格的筛选 达到国家最高艺术级别 据悉当天展出的一幅 履一闹莲池佳作 价值高达6000万美金 为目睹这幅艺术珍品 前往餐外的人秀之桌 始料不及 寒天卫视记者王平 路上级报道